2018-19赛季西甲第四轮 皇家马德里出战圣马梅斯球场 挑战比尔巴厄竞技 这个球场被称为魔鬼球场 结果终于争得首发门将的库尔图瓦在这里遭遇滑铁卢 这个大个子被穿了 皇马也只能收获各平局 本赛季一心想要加入皇马的库尔图瓦 不惜和老东将切尔西闹三 而皇马一直想要一个高大的门将 而始终瞧不起相对矮小的纳瓦斯 虽然开赛以来纳瓦斯表现依旧稳定 但主教练也不得不换成为刚刚买来的库尔图瓦 因为这才符合皇马高大上的标志 皇马丢球 所以上场库尔图瓦虽然丢球 但只是个点球 所以并没有遭到什么批评 但本场比赛这个丢球 很明显库尔图瓦有很大责任 因为其身材高大 但其速度慢扑脚下球的能力差 暴露无遗 第三十二分钟 这个球比尔巴厄突入进去后 库尔图瓦明显慢了半拍 他没能阻挡德马克斯的侧边原传中 结果被打穿 自己门前一片混乱 中被比尔巴厄打入一球 此后皇马一直处于落后局面 多亏第六十三分钟 体步登场的伊斯科救主 他的头球破门帮皇马一比一单平比分 不过巴萨本轮比赛则二比一取胜 以四战四胜位列击分榜首位 皇马一三升一平只能居于自己 下场皇马还上库尔图瓦 皇马一三次 皇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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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